三界最难缠的妖怪是谁 徐玉帝如来 观音 孙悟空联手方能击败 吴承恩早在西游记的开篇 就借着孙悟空作为第一视角 让读者们见识到了三界之内存在着许多妖魔鬼怪 好比孙悟空刚从方寸山返回花果山 就发现水帘洞被一个叫做混世魔王的妖怪给霸占了 在解决了混世魔王抢夺了金箍棒之后 孙悟空又和牛魔王 焦魔王 蓬魔王 石头王 猕猴王 鱼龙王 六大妖王结为了兄弟 随着孙悟空踏上西天取经之路 他遇到更多妖怪 有一些妖怪的法术修为不在孙悟空之下 有的妖怪则手持强大的神兵法宝 让唐僧的取经队伍吃尽了苦头 为了救出唐僧 孙悟空曾上天入地搬了多次救兵 有些妖怪甚至要天庭 临山强强联手方能降服 好比在取经队伍路过火焰山的时候 众人就遭遇了牛魔王 牛魔王当年曾仰仗孙悟空的法术神通 各地跑到花果山和孙悟空结拜 如今的牛魔王早已今非昔比 让孙悟空刮目相看 因为一些事情 牛魔王竭尽所能地阻止孙悟空一路西去 他还不惜献出原形和孙悟空诸八戒以命相搏 在牛魔王不遗余力地阻挠之下 就算孙悟空诸八戒联手也无法击败牛魔王 只因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压了整整五百年 而牛魔王则疯狂修炼了五百年 还学会了七十二遍 为此 唐僧的取经队伍在火焰山寸步难行 为了降服牛魔王 天庭派出了托塔里天王和哪吒 齐天灵山则派出了四大金刚 在诸仙的合力围剿之下 牛魔王四面楚歌 最终举起了白旗 跟着托塔里天王去了灵山 听候如来的发落 在取经队伍入过施陀岭的时候 身为读者的我们再一次见识了何为强强联手 原来施陀岭有三位妖王 分别是青狮精 白象精和大鹏雕 三妖王之中 以大鹏雕最为暴力凶残 他的法术神通也不容小觑 孙悟空刚和大鹏照面 就被大鹏炼制而成的阴阳二气瓶吸了进去 尽管孙悟空凭借观音送的救命 毫毛逃出了升天 然而大鹏的方天画戟和飞行术依旧让孙悟空焦头烂额 原来大鹏的方天画戟非同小可 竟能和孙悟空的金箍棒斗个旗鼓相当 而大鹏的飞行术更是超凡入胜 只需将翅膀扇几下 就能轻松赶上孙悟空的金斗云 孙悟空只能施展七十二遍逃出大鹏的魔爪 他第一时间飞到了灵山 恳请如来出山制服大鹏 如来深知大鹏的背景卑鄙寻常 整个灵山接近清朝而出 书中是这么写的 只见那过去 未来 现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接地神 不散左右 把那三个妖王围住 水泻不通 秦氏经 白相经哪里见过这等阵容 直接吓得现出原形 唯有大鹏依旧赋于顽抗 最后还得如来亲自出手 方才降服了大鹏 这样看来 大鹏的确是一个难缠的妖怪 须得燃灯 如来 弥勒佛一起出征 方能高枕无忧 其实 相比于牛魔王 大鹏 三界之内还有一个妖怪更为难缠 此妖的出现直接轰动了三界 不管是取经队伍 灵山 天庭 地府还是南海 都被此妖搅扰得翻天覆地 那时取经队伍刚走了一半 孙悟空突然被二星搅扰 继而衍生出了邪恶的一面 此等恶念演化出了六尔弥猴 他的法术神兵都和孙悟空如出一辙 还做出了棒打唐僧 抢走通关文蝶的惊人举动 为了救出幕后真相 两个孙悟空拉拉扯扯先去了南海 观音虽然法术高强 但仍无法分辨谁是真真正正的孙悟空 于是众人又推推嗓嗓去了天庭 玉帝听闻此事也是颇为震惊 可满天诸仙也没有办法分辨真假 两个孙悟空又去了一趟地府 最后在地厅的辨别之下 众人飞去了灵山 请灵山的掌舵者如来主持公道 如来施展慧眼扫描 最终发现了六尔弥猴的本体 他抛出波鱼将其压住 说时迟那时快 孙悟空扬起金箍棒对着波鱼下面 就是当头一棒 直接将六尔弥猴打得脑浆蹦裂 命丧当场 综上六尔弥猴是西游记里最为难缠的妖怪 为了将其降服 前后惊动了南海的观音 天庭的玉帝 地府的地藏王菩萨 灵山的如来佛祖 六尔弥猴为何如此难缠 其实六尔弥猴就是孙悟空的二星 吴承恩通过真假孙悟空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人生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